《課金》 大家說一下這個名詞 課金 有在上網玩遊戲的朋友 人人都知道是什麼 這個詞其實是由日文來的 先由日本傳到台灣 在香港當然也流行 課金這個課 在這個詞裏面 就解為你要繳付 就是要付的錢 你要繳付的錢 這個課字會這樣解釋 跟大家專門講講這個課字 我們最熟悉這個課字的用法 就是解釋上課 一課書 在學校裏面就是這樣解釋 這個字本來的解法 是解釋考試 考試平核 就叫做課 這個宋朝的文學家蘇詩 有篇文章上皇帝書裡面 有觀就必有課 有課就必有想佛 有觀而無課是無官也 有課而無想佛是無課也 就是什麼呢 很有道理 就是凡親官都要考核 這個中國 就是我們歷來 就是在封建時代 已經是這樣的制度 你做官 你就要考試 考了之後 就要有想佛 要根據你的成績 有想有佛 如果你有做官 不考的 就等於沒有官一樣 那些官 你不用經過考試 不用平核 他就施衛素 不做事 就等於沒有官一樣 你考了 不去想佛 就等於不考 有些人說 問責制 問責問責 如果你沒有想沒有佛 那什麼叫問責呢 就是股市已經是這樣的 所以這個課字 是解考試的 那你很自然 就變成 怎樣為之上一課呢 就是你上完 那個內容 你就要去考 所以是很合乎 這個教育的原理 就是你學完一個單元 你就去考 所以你那個一個單元 完整 就為之一課 由此引申 現在我們說 上學上課 就為之叫上課 或者叫一課輸 課是這樣來的 好了 正正因為它有這個 考試的原因 就是按制度 有一個制度 有規有矩 就是有紀律的安排 那意思 所以就有課稅這個名稱 課稅就是依法徵收的稅項 就為之課稅 課稅是一個完整的名稱 但是說著課稅 有些人就將它理解為 課就是動詞 稅就是名詞 課稅就是交稅 那意思 將課稅和交稅等同 那時候課字呢 就獨立了 就變得好像是繳交的意思 所以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有物業要交稅項 那稅項物業股價署 就要估計租值 叫做應貨稅項租值 什麼叫應貨稅項呢 即是說你應該繳交多少稅項租值 那麼課稅呢 用來做動詞的繳交意思 於是呢 日本人呢 就拿去課金 課金呢 課金呢 就是錢那意思 那意思 要交的錢 所以就變成了我們這個 網上的一個潮語 是這樣的 所以原來呢 這個課金 這個課字 最初是跟考試有關的